之前我们有介绍过什么是期货 今天的影片,我们会带你了解期货和股票的差异,以及期货的种类 嗨大家好,我们是口袋小学堂的制作团队 从零开始一步步教你基本投资概念 学习正确的投资观念与知识后 你也可以迎接自己未来的理想生活 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开始吧 期货和股票的差异有以下几点 1.可以以小博大 股票可以用融资买进 其中自己可以控制2.5倍的资产 而期货是以保证金买卖 类似股票的融资 期货的券商最多可以借出95%的钱 等于最多可以控制20倍的资产 举个例子 假设目前台指期指数是22,000点 1点是200元 所以一口台指期货价值是440万元 但只要付得出22万元的保证金 就可以买卖这一档期货 用22万元控制440万元 等于我们能够控制的资产高达20倍 2.风险可以自行控制 其货的保证金越小 风险会越高 举个例子 A.B投资人只有200万 A买进6口 B只买进1口 假设保证金1口为30万 A.投资人 200万扣除保证金180万 剩余20万 20万除以6除以200等于166 B.投资人 200万扣除保证金30万 剩余170万 170万除以200等于8500 A.投资人只能承担166点的亏损 若超过将会面临断头 断头是因账面亏损过多 而被经济商强制平仓的状况 但B.投资人却能够承担8500点的亏损 由此可知 当保证金越少 能够承担的跳动点数就会越少 面临断头的风险就会越高 3.其货交易成本较低 股票的交易成本有 1.千分之1.425的手续费 买卖各一次 且各券商可能会有不同的手续费折扣 2.千分之3的证交税 卖出时付一次 而其货的交易成本则是 1.手续费基本约为每口30元 买卖各一次 2.其交税10万分之2 买卖各付一次 4.其货放空无限制 在使用股票放空时 会出现诸多限制 例如借不到股票 追缴保证金 强制回补等等 但在其货就没有这些限制 放空非常容易 5.有时间限制且无股息 其货设有到期日 和股票不一样 没有股息可以领 其货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分别是商品其货及金融其货 而两者又能够再细分成多个项目 商品期货 生活中能想到的 无论时 衣、住、行 几乎都有相关的期货商品 只要会出现价格波动 或对生活产生影响的 就都有可能发展成期货以避险 不过要注意 目前在台湾除了黄金与布兰特原油外 并没有像国外有农产品期货 金融期货 金融期货又可以分为三种 分别是外汇期货 股价期货以及利率期货 一、外汇期货 以外币的汇率升降作为期货交易标的 二、股价指数期货 基于股价市场指数的期货 知名的由美国的标普500 道琼指数期货 台指期等等 三、利率期货 以短期与长期的利率升降作为交易标的 短期利率期货通常是 期限在一年以下的利率 例如欧元期货 美国国库券期货等 而长期利率期货期限 通常是在一年以上的利率 例如十年期美国公债期货 投资的领域充满着许多机会 同时也充斥着许多挑战 无论投资人是选择期货还是股票 重点都在于找出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与策略 并且充分了解利益及风险 千万不要盲目跟风哦 对于以上内容都了解吗 任何问题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详细的活动资讯在下方说明栏里 欢迎订阅按赞 分享给亲朋好友 我们下次见